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here is Sir Richard Branson Astronaut 想当个太空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现在想要上太空其实也没那么难 刚刚看到这位70岁的老人 英国富豪理查布兰森 他就办到了 欢迎来到热搜关键字 Hello 我是星慧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太空旅行又有新进展 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 他成功上太空了 特斯拉西欧马斯克也对他献上祝福 而且传出马斯克本人也定了维珍银河的机位 想要参加这样的太空旅行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7月20号也要实现他的太空梦 现在突然被布兰森超车了 贝佐斯应该有点不服气 那马斯克呢 马斯克看起来好像根本没参加这场竞争 到底是他放弃了这个市场 还是他早就把大家都甩到后面了 这场富豪间的太空争霸战 目前战况如何 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们先来说说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这个人 他这个人以爱冒险出了名 他在36岁那一年就成功搭着热气球更度大西洋 他是完成这项创举的史上第一人 还有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后来他也成功挑战了打热气球飞越太平洋 现在他的冒险记录当然又可以再记一笔 就是他成功上了太空 布兰森为了他的这个太空梦想 还特别创了一个公司 他的事业版图原本是先有维京唱片 后来有维珍航空 2004年又创了维珍银河 这个公司就是专门要开发太空旅游 从2004年到现在 维珍银河17年磨一剑 终于在7月11号这天开花结果 虽然这一趟名义上只是是非 不是有公开售票的商业太空旅行 不过把自家老板载着升空就是一项创举 而且也给维珍银河做了最好的行销宣传广告 这场活动全程都有直播 要让全世界一起见证 布兰森搭着自家的团结号太空飞机 飞到距离地面只有10公里的高空 这段旅程最大的卖点 就是有大约4分钟的时间 体验太空的无重力状态 所以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 我一个人想起来 看着这些星球 现在我一个年轻人 在空船上 有很多美丽的年轻人 看着我们美丽的地球 到最后一代的梦想者 如果我们能做这个 想象一下 你能做什么 终于到了太空 而且也平安顺利回到地球 布兰森本人当然嗨翻了 可是有个人可能就不太高兴 就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还记得一个月前 我们其实有做过一期影片 在介绍贝佐斯要上太空了 日期定在7月20号 结果现在突然被布兰森超车了 他硬是比贝佐斯早了9天 完成这项创组 布兰森说他和贝佐斯 出发日期这么接近 纯属巧合 这个说法大家相信吗 贝佐斯可能不太相信 就在布兰森出发的前夕 贝佐斯的太空公司 蓝色起源 在推特PO出了一张图表 就在暗栓布兰森根本不算 真的有上太空 简单来说 维尖银河跟蓝色起源 这两个公司推出的 太空旅游行程 其实都只到了太空的边缘 就是到了太空边缘后 待了几分钟 就折返回到地球 维尖银河用的是 太空飞机载人升空 蓝色起源是发射火箭 然后火箭的最前端 就是载人的太空舱 维尖银河的旅程比较长 全长大约是一个半小时 主要是飞行升空的过程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太空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分钟 蓝色起源的太空之旅 全程只有11分钟 其中在太空停了3分钟 停留时间比较短 不过飞的比较高 大约会飞到105公里的高空 为什么蓝色起源会认为 布兰森根本不算有上太空呢 问题就在于他们对于太空的定义 有一点不一样 在大气层跟太空的边界 称作为卡门线 在国际联合航空协会认定的标准 这个卡门线应该是距离海拔100公里的高度 不过美国空军还有NASA 他们认为只要到了80公里 就已经算进入太空 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 维珍银河的飞机飞到了90公里的高度 已经符合美国空军和NASA认定进入太空 但如果用100公里当卡门线的标准 那维珍银河没有达标 不过啊蓝色起源的新雪帕德火箭 可以突破这样的高度 所以这样看来到底布兰森和贝佐斯 谁才是第一个上太空的亿万富豪兼太空公司老板呢 可能有一点争议 私人太空市场目前是三强鼎立的局面 刚刚讲了贝佐斯还有布兰森都在争夺谁先上太空 还有谁先推出商业太空旅行 马斯克怎么相对无声无息 其实没有哦 布兰森公布了一样照片是他跟马斯克的合照 时间点是凌晨三点 地点是布兰森家的厨房 根据布兰森的说法 马斯克是专程去帮他们打气的 而且传出马斯克也订了一张维珍银河的机票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SpaceApps 当然也想抢太空旅游市场大兵 根据投资一行瑞银的统计 等到太空旅游市场成熟之后 一年的产值上看30亿美元 在太空产业分析师眼中 马斯克的SpaceX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 也最具有市场潜力 维珍银河跟蓝色奇缘 都只打算把游客载到太空的边缘 体验几分钟就返航 马斯克根本置不在此 他的目标更大 他想要载着游客绕着轨道飞行 一去好几天 可能最接近一般人想象中的太空旅行 SpaceX预计最快今年底或是明年初 就要载一般的素人上国际太空站 已经有富豪预约了明年1月出发的行程 为期10天每个人票价5500万美元 换算下来大概是台币15亿 只有4个座位已经全部订满了 在几间太空公司的努力 还有他们彼此竞争之下 上太空或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只要口袋够深 人人都有机会 你对太空旅游有兴趣吗 你觉得哪位富豪最有机会称霸太空市场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喔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USTV非凡daily 我是欣慧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